DFT 溫度 MIT数据 DFT 溫度 击解溫度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数位処游处理器 在这个part里面我们来复习快速复理力的转换 我们因为知道DFT的直接运算 它的计算量是非常大 这是DFT它的公式 这是IDFT的公式 从这公式当中我们知道 如果对每一个DFT的点来计算的时候 我们需要N一个复数乘法 以及N减一个加法 如果你有N点的DFT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有N平方的复数乘法 以及N乘上N减一个加法 那这样的数量其实是非常庞大 如果N是等于1000的时候 才是做1000点的DFT 那我们会需要10的六四方的复数乘法器 以及这么多个加法器 虽然各位觉得现在CPU速度蛮快 但是这样的计算量在我们CPU上也是一种负担 所以快速复列转换就是为了解决说 如何让我们计算的复杂度降低 效率可以变得更快的一个方法 那在我们课程当中之前提到的是用二基底的FFT的连算法 然后我们这边做个复习 所以二基底的做法就是说 它的点数必须2 2的乘密次方 它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DFT的结果 S of k 表示成两组 一个是F1 k 一个是F2 k 那F2 k 前面乘上一个W这个系数嘛 那前半段的这个2分之N点的DFT的值 是可以用第一个式子表示 那后半段可以用怎么样 第二个式子表示 但是第一个式子跟第二个式子 它中间差一个符号 就是W前面一个是加一个是- 也就是说假设我有N点的DFT 我前半段可以用第一个式子来表示 后半段可以用第二个式子来表示 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跟相似性是说 前半段跟后半段都可以用F1 k 跟F2 k 来表示 但是后半段的这个F2 k 前面有个符号差一个地方 根据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加速我们的DFT的运算 这边有个正负符号的差异 这概念是非常重要 前半段跟后半段都是用F1跟F2 k 来试作 但是只是后半段 它的F2 k 前面变成符号 因为这样我们就定义出一个蝴蝶结构 所谓蝴蝶结构就是说 我们刚才知道说前半段跟后半段 有一个符号差异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蝴蝶结构 输入分别是A跟B 输出是大写A跟B 那输出的大写跟B 这边差异是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有一个加变减 所以输出的大写的A 是等于A加W乘上B 那下面那个输出大写的B 是A-W乘上B 所以这边差一个真正符号 那各位想说 在这个一个蝴蝶结构里面 会有几个乘法器 那如果你直觉想会有两个 但是事实上不然 因为W乘上B 我们可以算一次就好 不需要算两次 因为可以共用 所以一个蝴蝶结构 应该是只有一个乘法器 但是是有怎么样 两个加法器 因为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就是因为这样 原本是两个乘法器 我们通过共用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少一半的乘法器 好 再我们来看一下 8点的FFT的例子 假设输出是8点的FFT 那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几个stage 总共有三个stage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说 它是怎么样 LOG 以二为基底 好 这是怎么样 就是得要三嘛 就是有三个stage 那每个stage有几个Botterfly的架构 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三个stage 这是一个Botterfly的架构 对不对 接下来是第二个Botterfly 第三个Botterfly 第四个Botterfly 所以这时候是每一个 都是一个Botterfly的架构 代表是说 上面是一组输出 下面是一组输出 只是上下差再差一个符号 就跟之前投影片看到的一样 每一个Botterfly 会共用结果 会共用结果 只是差在说 它正乎符号不一样 所以stage三是有四个Botterfly 那我们来看一下stage二呢 stage二有几个Botterfly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stage一呢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也就是说每个stage都会有N除上二个Botterfly 因为总共八点嘛 它有四个Botterfly 代表说它是有N除上二个Botterfly的架构 所以我们来看说总共有三个stage 每个stage有八个 每个stage有八个点 就总共有八个点 每个stage有四个Botterfly的结构 就是N除以二 那我们来看一下 FFT它的乘法器跟加法器 总共如果N点的FFT 总共有log二维基底 N的stage 然后每个stage有 N除以二的蝴蝶结构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蝴蝶结构 有一个乘法器跟两个加法器 所以总共有几个乘法器 就是N除上二乘上log2N 那几个加法器 就是再把它乘上二 就是这么多个加法器 然后这样的数量 跟我们之前DFT直接运算的时候 当然数字差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做4点、8点、16点 这样的DFT运算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第二栏位是直接运算 就是N平方的乘法器 所以它分别的它数量是16、64、256等等 那如果我们用FFT运算的时候 它就是N除上二 乘上log2N 所以它的乘法器的数量就分别是4、12、32等等 那我们最后一个栏位是来计算说 直接运算跟FFT运算 它们之间的比值 所以看到说当倍数越大代表说 FFT的效果越显著 它跟直接运算来比较 所以我们看到当点数是10、20点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的乘法器的使用 直接运算比FFT运算多了怎么样 是它几倍? 204.8倍 这样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数量 也就是为什么FFT会被大量的使用来计算DFT 因为它的运算的速度的确变得非常快 好,那我们介绍FFT里面有两种结构 一种是时间抽取 所以时间抽取就是代表它输入左边的地方 输入讯号它时间频率 时间domain它的顺序是有bit reverse 有位元导返 它频率部分就右边地方 它是照顺序排 这叫时间抽取 那另外一种是频率抽取 也就是说它频率输出部分 它顺序是有电导 有位元导返 但是时间domain它怎么样是照顺序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选择 你要用时间抽取 还是频率抽取的方式来做 如果选择时间抽取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输入的时候 做一个位元导返的动作 输出就会得到照顺序的频谱的输出 如果选择频率抽取的时候 你输入很简单输进去 输出的时候 你就必须做位元导返的动作 那什么是位元导转 就bit reverse 那bit reverse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是八个bit 八个bit它就是 它是八个假设是八点 就代表三个bit 那三个bit我们就来看 假设分别可以从000到111 那位元导转就是说 把这个bit左右电导 所以0010左右电导还是000 那001左右电导变成100 所以电导完之后 所相对应的10位 10进位的数值就不一样 所以从001 它是代表1嘛 位元导返之后就变成100 就代表4 所以为什么位元导返会这样的结果 就是你必须先把它会化成二进位的 然后再把二进位的位元导返之后 就可以得到到底它的index会在什么地方 就可以求得出来 好那我们在前面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Octave或是用MateLab 来实作我们的FFT 然后我们提到说 这是我们要有FFT的结果 因为它是对称的 然后我们来知道说 横轴如何来计算说它真正代表的频率 就可以用这公式 用它频率解析度 FS除上N N代表FFT的点数 乘上K代表第几点 然后我们程式部分来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 透过我们的MateLab程式 先来模拟先来计算 然后我们在我们实作部分 我们也一样要去实作一个FFT的程式 最后将这样的结果 跟我们的MateLab或是Octave的结果 去做个比较 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在 我们的CCN下面 我们所计算的方式 到底有没有正确 那透过这样的程式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说 我们之前提过 如何来计算一个信号它的频率 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说 我们弹一个音它是440Hz 那是否可以透过FFT来分析出 我们弹这根弦 它的频率的确是440Hz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介绍了快速复列转换 然后快速复列转换 在我们实际上的应用是非常多的 然后透过这次的实验 各位同学就可以知道 如何在CCN下面来实作FFT 同时也可以把你实作的结果 跟我们在MateLab或是Octave 这样的PC软体来做比较 来验证是否我们在CCN下面的结果 是否正确 优优独播剧下 Mehr